剧方选角真用心了 齐连山最新写作 脑内戏剧不断 人设系兼一个 任嘉伦终于开朗了 作为欢瑞一哥 飞科班出身的任嘉伦 能够跻身巴林生当红之流 已是超乎预料 人的命中带火 是躲也躲不掉的 在借助李初 路易等内联人物 获得涨粉飞升后 年纪进入三十家的她 的确是该考虑 如何更改固有的荧幕形象 让她继续去演为国为民的 不善言辞的大将军 可以 但没有心意 任嘉伦大概也知道 自己再不出做出改变的话 观众对自己的舆论 只会更加严苛 所以 这次她真的做出了挑战 如果说《请君》中的 路言是个淡漠画少的主 那小说家齐连山 辨识性转版甜宠文女主 在小甜剧中 职业为作家的女主角 往往是想法天马行空 外表淡定 魅心话剧在上演 在没人的地方 发演戏的风随时到 齐连山即是如此 敲字的同时 在脑子里构想 男主角对抗犯罪分子的 无畏勇猛 把他激动的 人还坐在椅子上呢 都能够摔下来 找不到兄弟之间 反目成仇的那种矛盾感了 正巧哥哥嫌弃 自己不给女主加戏 他便跟着吵起来了 在发现哥哥是真的生气之后 这顽皮小子开心一乐 把兽拿到后颈窝处摸摸 欣慰表示找到感觉了 变脸之快 让还在气头上的大哥 都愣住了 写作他很爱 吃瓜他更精神了 在发现姐姐 与哥哥的感情 有那么点暧昧之后 这嘴笑得何不拢 直言我懂我懂 刺个大牙哥那乐呵 觉得自己人还怪好的嘞 人家伦这次 演了个有点憨憨的小作家 不需要收敛自己的表情后 他的发挥果然就没那么僵硬了 Baby改掉瞪眼毛病 哭泣没敢有情绪 江潮许久未见 俊俏未改 男主演技回春 女主保持美貌的同时 进步是大家都瞧得见的 曾经的Baby 号称是瞪眼派的传人 情绪一激动 就睁大他本就算圆润的大眼睛 显得空洞不说 这从眼神中想要传递出来的信息也全无 现今的他 全是一位过往受到过创伤的女心理师 看似温和 实际上隐藏着难以开解的局面 即使自己过得不算特别安逸 面对有人要放弃自己的生命时 他仍然会抛下一切去选择挽救 欲清生者表示自己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 刘霞则告诉他 起码他还有家庭要牵挂 劝导着他 同时想起自己悲淒的往事 单眼落泪不止的Baby 那善良又充满力量的双眼 真的跟之前不同了 能哭得漂亮 也能哭出情感 江潮许久未在小荧幕上的剑 如今来给Baby做配 这嘎味的降级倒是蛮出乎意料的 但或许对于演员来讲 能演好戏就不错了 靠颜值出圈 江潮此次扮演Baby的上司 这大背头输起来 五光给人的冲击能力不输之前 虽是男配 可魅力一点不比主角也低 这是一部较为典型的流量剧作品 在剧本创作思路上 也是大家较为常见的模式 男女主角从事不接地气的工作 继而实现并现 继而谈恋爱 继而共同成长 我们如果按照严肃剧的批评方式 去看待这部电视剧的话 可以找出它很多悬浮的内容 严人 如果把暮色新约贵为自身的真正类型 流量剧便会发现 它还是较为不错的 这部流量剧虽然套路 但却也把商业剧应该注意的问题 全部注意到了 例如 剧作的开局部分 需要给男女主角分别制造一个 心结 并且让男女主角在稍后的剧情内容当中 通过彼此的接触和爱恋而解开 心结 暮色新约的编剧应该是懂行的 在开局的剧情当中 并已经把男女主角的心结 全部制造清楚了 例如 女主角的心结 是自己的父亲 男主角的心结 则也是来自于自己的原生家庭 这是商业剧创作当中较为常用的 心结 处理方法 而且 这样的 心结 也注定会在稍后的剧情内容当中实现解开 对于没怎么看过电视剧的粉丝观众而言 这其实就是较为高妙的剧本内容了 因为他们看到了男女主角的心路成长历程 虽然这个历程让看过很多电视剧的观众觉得烂俗 在男女主角的职业背景设计上 暮色新约走的也是典型的流量剧路线 男主角是一位编剧 女主角则是一位心理医生 这两个职业都离普通观众的生活相对较远 对于严肃剧而言 主角的职业离观众相对较远 就是槽点了 而对于流量剧而言 这反倒是因为和观众们保持着一定量的距离 让粉丝型观众觉得有职业美感了 在对抗性桥段处理上 这部电视剧走的也是流量剧路线 比如 女主角在自己的职业状态当中 对抗的是心理咨询工作当中的唯利是图 男主角在自己的职业状态当中 对抗的则是乱改剧本 如果不去深究这些对抗关系的话 那么男女主角的这些职业矛盾冲突戏份就是沉迷的 如果深究一下 我们就会发现这部电视剧确实只能是流量剧 而无法向写实发展 尤其是男主角对抗剧本修改这件事情 或让审美相对成熟的观众觉得好笑 如果男主创作的剧本是文艺片 是追求严肃叙事的 他不愿意修改自己的剧本 还是成立 而男主搞的剧本 本身就是烂俗的商业打斗片 这种情况下 硬强调自己牛 不修改 就只能让成熟的观众发笑了 所以 这部电视剧是不能深究的 只能停留在流量剧的状态当中 让粉丝型观众们不需要动脑子 就可以看动 继而获得追剧的快乐感 目色新约的创作初衷 应该便是奔着流量剧去的 所以 他在角色塑造当中 尤其是男主角的塑造当中 反常态 求笑点 让粉丝型观众们在哈哈笑当中 获得追剧的愉悦 对于这类叙事简单的电视剧 挺平的标准 还是应该回归到其自身类型当中去才行 不宜拿言素剧的标准苛责他 在流量剧的范畴当中 男女主角们只需要表演出自己粉丝们喜欢的样子即可 实际上 这是不需要更多表演层次加持的 因为流量明星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 就会表演自己的流量明星的状态 仰影爱笑 人家伦爱皱眉 男女主角表演自己 这都是没啥难度的事情 流量剧的好处便是 让流量明星们表演起来感觉非常轻松 因为流量剧本身就是相对架空环境当中的 没有真实的人物对应剧作角色 而这类电视剧又是给粉丝们看的 粉丝们喜欢的 不是角色 而是明星罢了